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不知道朋友们最早接触飞翼是什么时候 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 杂志动漫时代其中附赠的光盘里面 是附送了一段W的动画片段 也就是最后一集 当时席罗返航的时候 配上经典的扎刺装备就感觉超帅 在那个资讯匮乏的时代 我最先看到的飞翼的动态画面 居然是零式的 但是随着无尽的华尔泽放松 以及败者容光的漫画连载 飞翼后续集体的设定陆续更新 作为TV版的飞翼灵士周边确实不多 今年算是TV版的眷顾了 现有了RG飞翼 现在也有了铁魂的灵士 今天我们来看看被冷落的所谓无毛 来到定价高昂的铁魂上面 表现能不能让人满意 大家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收藏 欢迎来到有态度的模玩分享 评头论足 这款铁魂的飞翼灵士 从盒子里拿出了一瞬间 就感觉这个飞翼灵士做的挺大的 虽然说R魂并没有精确的比例概念 但是15米的小机设在铁魂上 给做成了将近1比100的大强比例 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奇怪 当然了 作为日后的艾比安 肯定也是差不多大小 而造像方面 相比大和元帮男老师早期的机设 或者是动画 这次明显可以看出铁魂的飞翼灵士 是采取了MR魂上惯用的修长化的风格处理 整体的身形表现会显得更加高挑 可能是身形变化所知 这次飞翼灵士的头部尺寸 总是让我感觉有点大 这个实物拿在手里 和一开始看光图的体验有些不同 大家可以先给这次铁魂的外观造型 5分满分来打个分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下品控表现 除去蓝色外甲部分 基础配色还是采取了消光漆面为主 个别位置可以看到一定的碱气残留痕迹 消光漆面大体质感也还好 偶尔能看到个别的气泡瑕丝 同时在金色部分的涂装分色 这个亮度饱和度也还不错 唯独在蓝色的位甲部分 并没有采取消光漆面覆盖 上手以后会带来很明显的塑料感 同时在机体表面 是做出了一些专属的文字的音标志 机体编号细文字部分表情都非常清楚 不过个别位置小标志也出现了 粘连模糊的情况 另外机体外观部分采取了灰白分色处理 以及一些特别的设计图案 外观细节度还是够的 同时在主要关节位置 也可以看到一些合金结构的使用 不过这款飞翼灵式的合金比例并不高 拿在手里感觉分量并不重 接着我们来看看细节造型以及可动 首先就是头部造型了 可能是因为头部尺寸比例控制的比较大 所以在面部细节发挥的空间会更多一些 我手里面这台面部表现 我个人感觉还行 这个薛铁龙也呆在L槽里 但是你要说有没有网传的问题 我认为还是有的 微距下观看确实可以发现黑色的薛铁龙虽然印的不歪 但是薛铁龙的凹槽确实有顶部边缘不齐的情况 主要集中在左侧 不过本身尺寸不大 得离得非常近才能看得出来 而这次飞翼灵式在面向全是会显得比较凶悍 同时加上耳朵部分的尖锐化处理 确实是增加了不少的攻击性 而脖子部分采取了三段式的关节设计 所以无论是抬头低头还是头部旋转 加上左右侧摆的幅度都还可以 而肩部隐藏了飞翼灵式的标配肩部加特林 如果开启的话 不是先开盖板 而是进行整个的翻转 加特林部分带有金属色的涂装 并且整个翻转流程还是挺顺畅的 而胸口部分灵式系统的硬件核心 是采取了透明件处理 可以看到在内部带有一些金属色的机械细节 不过外轮廓的黄泉涂装分色是里出外进的 效果表现并不是太好 而在胸口部分带有一个小尺寸的盖板展开机构 打开以后就可以看到在内部是有隐藏的金色散热口的细节 平时为什么要用盖子盖上呢 而腰部的可动方面的设计 这款模型确实并太好 幅度比较大的就是腰部中断的左右侧摆关节了 这表现还行 而另外在这个常规的下肢是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可以旋转 但是即便是球形关节 在这款模型上想要实现弯腰动作确实也是极为困难 表现不行 不过在这个躯干侧面 为了增强手臂双重破坏步枪的前身可动 是给出了一个分段设计 我们解除卡榫固定以后就可以进行手臂前身 然后配合上肩部的球形关节来实现角度变化 像是肩部专门的引出设计 这一次就没有了 而超长的肩甲内部也是隐藏了一些特殊机构 比如说在白色盖板展开以后 在内部是隐藏了光束军刀的剑柄 我们取出以后 连接上这次给出的光束军刀特效件 就可以还原出使用状态了 不过这次特效件的颜色是比较浅的 嗯应该说太浅了 而在蓝色装甲这层也可以进行展开 打开完毕以后可以通过调整肩甲下端的喷口关节 来实现推进角度的变更 这个设计在HG非翼零式和MG非翼零式原型机上都有体现 而另外在金甲下摆护甲带有可动 同时后期变形设计关系 金甲本身也带有比较强的可动角度 这样的话肩部不仅可以实现垂直旋转 平举角度也可以超过90度 手臂上段只是水平旋转 曲肘则是三段式的可动设计 这个幅度表现还不错 在模型内部是给出了多只替换用的造型手 比较圆润的手指处理 也带有了不少古早味的动画风格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前裙甲的标志细节和分色还是挺多的 不过这个部分的漆面有些厚 会显得有点肉 同时抬起幅度还是挺好的 并且在内部有内层细节 侧裙甲比较薄就是一个单片结构了 但是活动幅度还不错 而蓝色的后裙甲连接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球关节设计 有的时候把玩的时候会被压掉 大腿根部支持水平旋转 调整好大腿根部的角度以后 支持超过90度的前踢幅度 侧踢幅度也能达到90度 后踢幅度大概是有30度 都还可以 在腿部采取了三段式结构设计 蓄腿表现可以达到120左右 同时因为后期的变形动作 膝盖关节分配了额外塑料件 另外在小腿后方护甲带有独立可动 前段护甲采取双头球形关节也带有可动 脚踝关节采取了双头球形金属结构 除了上踢脚没有额外的空间之外 像是脚部的旋转或者左右侧摆 后摆的幅度都还可以 而同时前脚掌也带有分段式的可动 总体的可动素质虽然说并不算特别出彩 但是考虑到变形机构也算是中规中矩了 腰部手插 而背部背包依旧是扁平化的风格 尺寸不大 相比之下侧面连接的金属机械臂倒是足够醒目 不过机械臂部分倒是给出了不少的关节配置 因此在翅膀部分的可动自由度 这款MR魂的飞顶还是挺强的 在已经折叠好的推进器部分 是采取了坚韧化的末端处理 我们可以进行外层结构的展开 能看到外壳的机翼部分 也是采取了镂空化的处理 中间内心部分就是主推进器 而在翅膀的内层 为了照顾展开细节 也是采取了一定量的金属色分色 但是相对表层外甲 这个内层细节就会显得简单不少了 而除了光束军刀之外 手部的握持武器 首先有这个非一零食的盾牌 在涂装表现我认为还是挺好的 配色比较丰富 像是机头的金色和前面小机翼的颜色还不一样 并且在前端也是运用了透明件 内部也有金属色 在前端也匹配了拉伸结构 不过边缘的紧接处理确实是不咋地 搭载的话很简单 直接安装到手臂侧面的凹槽就可以了 而主力武器破坏部箱方面 也是使用了大量的金色分色 不过枪体的灰色会显得比较浅 而握柄部分带有一个锁定机构 在金色分间我们往外拉 然后翻出握柄 接着金色分件再退回来 这个握柄角度就被锁定上了 而作为双重破坏部箱连接也非常简单 在内侧是各隐藏了一个小卡榫 我们翻出来以后 两个破坏部箱一对接 双重炮管就完成 可以设备型了 本体部分大致就如此了 我们接着要来看一下飞翼灵士鸟形态的变形流程 也是飞翼灵士的一大卖点之一 但是作为飞翼变形还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首先把金甲下端的下摆护甲贴合肩甲 然后肩甲利用关节下移贴合到手臂 接着腰部水平旋转到身后 这个躯干的上半身变形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躯腿 翻出膝盖里面的塑料分件 让膝盖关节呈现反向角度折叠 那么下一步 我们翻开腿部后方的装甲腾出收纳空间 脚掌部分水平旋转 然后收纳到小腿的下端 脚跟部分接着进行展开 原本脚掌底部的喷口 这个时候就从脚跟位置展现出来了 接着我们把腿部的护甲和脚掌来进行贴合 腿部变形就完成了 可以看到还是处于半开放式的状态 和MG非翼灵士原型机变形有所不同 同时和HG版本相比 也不需要进行零件拆分替换动作 感觉还可以 接着在翅膀部分进行展开 平置于躯干两侧 头部来进行水平旋转 原本盾牌的两侧还是进行破坏步枪的两侧收纳 对接完毕以后 我们安装到后背背包接口上 飞翼灵士鸟形态的变形就完成了 最后安装到支架上 就可以实现小飞机的展示形态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的地台 地台部分的图案则选取了灵士系统的界面 而鸟形态的变形流程整体还是挺简单的 上半身和以往的飞翼都差不多 区别方面是出现在腿部 总体感觉还行 但是想在飞翼上体验最够大级别的变形 还是不太可能的 就像是我 从来也没有拿飞翼系列当变形机看待 周六周日两天的研究生检考终于是结束了 但是这两天下来我真的是浑身酸疼 不过终于有时间来和大家说说这款M2魂的飞翼灵士了 对于这款模型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非规格产品 小强这次显得比较大 而同时造型方面针对传统印象也是进行了不少的重新处理 我感觉其实还是可以的 而且全新规设计 给人的新鲜感也要优于部分机体的耳魂加铁 同时作为飞翼灵士 HE版本的结构比较简单 变形还需要拆分替换 作为MG的飞翼灵士原相机 在机车方面也有所不同 TV飞翼灵士的模型确实不多 综上所述 如果对于TV造型的飞翼灵士 也就是无毛 真的是情有独钟的话 等价格合适了 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 当前现货还是有些贵 当然 入手之前 还是要记得拜三拜 祈祷不要中奖才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